Hello 各位 想要用心天鹅堡游戏学德文的好朋友 我是心天鹅堡的悠悠 今天要跟你们介绍万果争锋里面的一些德文 那最基本的先开始吧 因为今天是这个系列 它会有好几个影片 那今天是这个万果争锋系列的一个影片 要讲到最基本的一些德文 最基本的那大概就是我们世界上的大洲 他们有放进去好多张我们世界大洲的牌 那世界大洲其实跟英文很像 这个德文跟英文非常的像 譬如说非洲 Africa Africa 那我再说明一下 那我会说的很慢 让你们跟着我说话 我说一个字你们就可以跟着说话 另外因为我比较没有时间后置 我要一次派完 也不能讲错 那希望你们也不会讲错 那再来是 那再来是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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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还可以分 北美跟南美 对不对 那北在德文里面是 North 也有一点像英文 英文是North 德文是North North 那再加一个美国 那就是North América 南美洲的话 南美洲的话 我们要讲一个南 Zut Zut 这个是很多台湾人 开始学德文的时候 发布出来的 至少 我过去三十年 教德文 差不多都是 S 这个组合 很多台湾人 没有办法 但是我相信 你们 你们有办法的 Zut Zut 南美洲的话 Zut Amerika Zut Amerika 好 我们讲过了 North Amerika Zut Amerika Afrika 再来是 亚洲 Asian Asian 再来还有澳洲 Australian Australian 澳洲旁边的一些 大海洋 海洋洲 我们说 Oceania Oceania 因为这个字 特别的长 我再说一次 Oceania 再来 这个牌上 会写到 南极 那个大洲 叫做 Antarktika Antarktika 还有吗 当然最重要的 不能这样讲 今天最重要的是 Europa Europa Europa是什么呢 就是欧洲 没错 那Europa 这些国家 好几个国家 光是这个游戏里面 就是43张 是欧洲的国家 43张 那请问 43张 欧洲的国家 哪几个国家 会讲德文呢 当然 德国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然后德国的兄弟国 是什么呢 不是兄亚利 兄弟 Österreich Österreich 那是什么国家呢 是奥地利 没错 奥地利 这个也特别的难念 我再说一次 还有哪一个国家会讲部分 会讲德文呢 这个国家会讲三个语言 德文 法文跟意大利文 对 瑞士 瑞士用德文讲是 再来还有两个小小的国家 你们可能觉得不可能他们是国家 因为可能比台北市还小 这个 这个听起来是什么呢 Lichtenstein Lichtenstein 他是烈子敦斯敦 烈子敦斯敦 有没有听过 有 没有 他们也是讲德文的哦 而且他们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国家 他们平均收入 十六万 好多呢 那另外一个很有钱的国家 鲁森堡 Luxembourg Luxembourg 他们 官方语言之一也是德文 或者说他们鲁森堡语 是德国的一个区域的一个很很很很像似的源 他是摩尔斯区德文 他们自己也是怎么讲 不是我乱讲 他们自己说 我们说的卢山鲍鱼很像德国摩尘河地区的这个德文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也是讲德文的 那当然他们法文也很强 那英文也很强 这些 当然在这些国家长大的人真的很幸福 可以从小学到三个不同的还是很像似的语言 好那我再说一下 Luxembourg Luxembourg OK这个是讲德文的国家 那其实其他德国邻近的国家 多多少少也会讲一些德文 尤其是住在边界的人 常常会讲德文 那德国有哪些邻近国家呢 刚刚说的Lichtenstein 还记得是哪一个吗 列治顿是等等 Lichtenstein其实不是德国邻近的国家 他是在瑞士跟奥地利之间 但是没有跟德国共同的边界 所以我这张牌先拿掉 再来就是德国本身 德国本身 那在德国的北边有什么国家呢 丹麦 丹麦 对那丹麦 用德文怎么讲呢 丹尼玛 丹尼玛 那我们就可以说 丹尼玛 East Ist Im Norden Von Deutschland 怎么突然讲那么长的一句话 这个 其实没有那么长 你们刚刚学过北美 对不对 Nord Amerika 你们就知道 Nord是北边的意思 那如果说 Im Norden Von Deutschland 那你们听懂 北边 还听懂 Deutschland 德国 那就是 在德国的北方 或从德国 往北边看的话 德国的北边 是哪一个国家吗 是 Dänemark Im Norden Von Deutschland Ist Dänemark Im Norden Von Deutschland Ist Dänemark OK 换一个 Dänemark 从东边下来 是 Poland Auf Deutsch 用德文讲的话 Auf Deutsch Poland Poland 那我们就可以说 在德国的东北边 是 Poland Im Nord 然后 东还没学过 但是 现在就会学了 Im Nord Osten Von Deutschland Ist Poland Im Nord Osten Von Deutschland Ist Poland 这句可能真的太长了一点 那我就分一下 Im Nord Osten Von Deutschland Ist Poland 然后整句话再说一次 Im Nord Im Nord Osten Von Deutschland Ist Poland Osten von Deutschland ist Tschechien. 应该不用跟他们讲是什么意思吧? 都听得懂是德国的东边是杰克吧? 没有什么问题. 那在东南边是什么国家呢? im südosten von Deutschland ist Österre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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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奥地利绕过来就是瑞士 那我们就可以说在西南边 在 因为在西南边 是亩的 处 Als的中国 是以南南 是世的 是以南南 их 好,那么德国的西边有谁呢? 有一个很大的国家 Francreich 是什么国家呢? 法国,没错 Francreich Francreich 好,我们差不多绕完了 再往上绕的话 就是刚刚说的 Luxemburg 那我们说在德国的西北边 是Luxemburg 还有比利时 还有荷兰 他们三个 也可以说是Bene Lux 为什么呢? 等一下再讲 先讲 Belgien ist im Nordwesten von Deutschland 还有 Holland 比较 听起来是荷兰 但是 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 Di Niederlande Di Niederlande 这个听起来就比较像英国的 英文的 Netherlands 对吗? Di Niederlande Netherlands 那官方名字是 那这个字比较特殊一点哦 它是负数 因为荷兰其实不只有荷兰在欧洲 这个小区域 它还有海外的一些小岛 也属于它 所以它是好几个小小的联邦 所以它是负数 Di Niederlande 那负数的动词 是 记得吗? 对 Ist的负数是 Sind Di Niederlande Sind im Nordwesten von Deutschland Di Niederlande Sind im Nordwesten von Deutschland 那你们刚才发现 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我会把国家放在前面 有时候我会把它放在后面 比如说 Belgien ist im Nordwesten von Deutschland 那倒过来也是可以 im Nordwesten von Deutschland ist Belgien 这个是德文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就有一些字可以换位置 要注意的是动词 最好是不要换位置 动词是整句话的 最重要的一个成分 所以它不要换位置 它基本上就是在 第二个位置 在一般的陈数句里面 动词 德文的动词 要放在第二个位置 那主词跟授词 或 如果有两个主词的话 可以换位置 可以换位置 那我可以说 Denemark ist im Norden von Deutschland 我也可以说 im Norden von Deutschland ist Danemark 可以吗 那欧洲 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 这个我会另外拍一个影片 因为真是太多了 那今天讲的是 是整个世界的大洲 它还讲了会讲德文的国家 记得吗 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Dänemark Polen Tschechien Österreich Di Schweiz Francreich Luxemburg Belgien Di Niederlande 那么今天的 万国争锋 第一部 的教学片 到这份为止 谢谢你们收看 希望你们会 尝看这一部 小影片 把这些 会讲 德文的国家 跟德国 年轻国家的名称 好好地背起来 也希望你们会 看其他的 万国争锋的 其他的影片 谢谢 拜拜 下次见 呢 好